尊敬的战友们好,8月9号 哇,真是很热,阳光明媚 今天挺热的啊,很舒服 非常舒服,我喜欢热的感觉 这一会儿马上去游些泳啊 这个从昨天到今天 就是短短的24小时 昨天全世界都在关注着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就是昨天美国FBI 搜查了川普总统马拉格的他的家 这个事情发生对美国是个震撼 我相信对世界也是个震撼啊 这个美国是个法律国家 这个很多在过去的两三年都开了先例 这种先例必将引起两党之间的争执 但是战友们,我们别瞎点唱 咱既不是美国人,咱也不懂美国法律 完全凭情感乱拆 你猜啥呀,你懂啥呀 是吧,在中国这算啥呀,是不是 那是抄你家的事吗 直接就把你给活埋了,是吧 赵紫阳什么下场,胡耀邦什么下场 对不对啊,什么朱德什么下场 就中国人就是在你往回看 你但凡你拿美国和你住在国 发生任何你觉得惊讶的事和中国一比 这都是伟大的事,只收他家呀 在中国收你家,直接把你双规了,是吧 但是这就是美国的伟大 美国应该更好 但是我们没资格评价,我们不要评价 也不要参举 你别以为川普就跟咱好,是吧 你别以为拜登跟咱不好 不是那样子的 咱在美国这个国家,咱就一样 对美国好的事咱干 对美国不好的事咱不干 对共产党坏的事咱全干 对中国人民好的事咱全干 对中国人民好的事咱全干 对中国人民不好的事咱不干 就这么简单 真心的不要穿和两党,很复杂 他发生到今天,我一年前我就说过 我一年就是说过 我这今天给我有些话是不能说的 我说过,班农先生你一定会通过法院 还有川普先生被搜查被起诉 包括我,都会这结局 而这背后有多少力量 但有一样,你这是在美国 你不能把人给活埋了去 你也不能把人给双规了去 对吧 但是大家就别一惊小诈子 咱这事关不完呢 管人这事干嘛 咱们,咱那G系列整明白 是吧 战友们,你们拥有的平台搞明白 比啥子现实 这个世界上还要讲实力 没实力都别扯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昨天大家没注意到 谷歌数据中心爆炸 我认为这事啊 不亚于FBI受川普的架 咱就这时候爆炸了呢 而那个中心 数据中心还是个很重要的中心 特别一些机密文件 机密数据,是吧 都炸了呢 跟共产党一样 你一查粮仓他就着火 你一查什么数据中心 他摄像头就坏了 这个谷歌数据中心 这个炸的有点稀调 有点稀调 弄不好啊 有些数据中心还要炸 为啥呀 这疫苗的问题出来了呀 你像Facebook Twitter 是吧 帮助这个什么删帖呀 黑爆料革命 黑Miles Gorg 就像这个某国正在立的一个案子 就是一个战友 咱们战友的案子 这个战友的案子就涉及到数据的问题 他发帖 支持Miles Gorg 被政治不正常对待 在欧洲这个重要国家 结果法官命令 要调阅Miles Gorg 和这个人互动的数据 一调出事来了 Miles Gorg的Twitter 当年的关注量1.3亿 法官啥了 这不是30几万吗 最高的才50几万吗 说后台数据1.2亿 2018年我1.2亿 Twitter就这么搞 结果法官说 那怎么证明数据是对的呢 就找这个Twitter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吓坏了 说这是欧洲数据 最后法官说 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 跟本案无关 但你敢说这个东西是假的 我现在就开始要收拾你 最后承认 因为当时政治需要 把Miles Gorg的关注给 给完全block掉了 咱们战友赢得了官司 赢得了400万欧元的赔偿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这世界没有比七哥受的冤屈 没有比七哥受的苦再多的 所以说七哥开始给大家说 没实力别说话 咱们新中国联邦人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作为一个新诞生的国家主权 即将代表14亿中国人民 与人类打交道 一定会代表14亿中国人 建立一个比美国 比欧洲还要先进的社会管理制度 那就叫国家政权制度 我们不仅要有法治民主信仰的自由 我们还有正道主义 人类战活的对吗 我就觉得不对 到处是空调 每个人都开一台车 是吧 车在那儿像这热天都在马路上 都不熄火美国人 美国一天烧掉的油 是地球上一半人烧的油 这个地球有多少油让我们烧呢 能源能解决吗 还有个粮食 现在全世界多少人没粮食 可是美国这样的国家 和几年前的中国 那粮食浪费 那吃饭也吃了三分之一都到了 那不作孽吗 做饭的人 吃饭的人 买单的人 不作孽吗 人类用得着这样搞吗 是吧 还有个信仰的问题 你说这个地球和月亮和火球 还有刚刚呢 这是美国整个NASA拍出来的 三百多亿年前 一百亿年前的 这个恒星的那些照片 想想我们人类都到这个程度了 还相信没有神在吗 没有招呼主吗 这不是胡扯的吗 还骗自己 当然有招呼主了 要有招呼主的话 不一定说就是 什么中国的这仙那仙的 西方的这叫那叫 我们可以 大家在这个时候 把宗教把我们的人的到底哪来的 应该去哪怎么活着 这个认知 大家统一一下嘛 这叫正道主义 所以我深信人是不生不灭的 人绝对是没有死亡的 只是换了个维度而已 换了个方式 特别是我接触这些投资家科学家 另外一个关于现在的干细胞啊 现在的这个整个的 马上美国 我觉得一定会放开的 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 欧洲和美国放开什么概念 兄弟兄弟兄弟 你换一个你的五脏 哪肝啊换什么 真的就像早上起来换个假牙一样 差点只换一次就够了 而且人类的寿命会延长的百分一百五十年 一百五十岁 特别是现在啊 疫苗灾难诞生后 他给人类带来就两个好处 第一个生物科技的马上全面开放 因为太多人面临了疾病 疫苗后遗症啊 疫苗灾难 第二个好处在哪里 整个全人类的医学科学知识界啊 将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同时让人们更加相信 我们有上务造物组啊 上天有神啊 别再相信狗币和政府的领导了啊 另外一个这几天呢 大家看到的啊 数字货币 大家发现了吗 就这刚刚的数字货币 跌了上万亿美元之后 全球的政府和金融机构都在整整理 都在洗牌 很多国家也把数字货币列为建国之车 数字货币实在真的来了兄弟姐妹们 这就是新中国联邦的伟大 我们走在这时代的最前端 而且我们走的是最稳当 好 好